大家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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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首先感谢大家在等待 然后特别感谢一些女士已经开始打赏了 可见她的鸡蛋卖得不错 随时随地 详点就点 详细就写 今天写什么呢?今天回到什么呢? 没想到我最近在点点今天事里面 谢谢 谢谢 做了一个小的栏目 叫摇一摇 其实摇一摇我也不知道摇出什么名堂 我可能有一天也摇错了 有一天也摇对了 摇一摇就是碰巧的意思 什么结果我们都不知道 所以大家对我作出的结论 仅仅只是参考 即使连参考都谈不上 你愿意听就听一听 愿意信就信一信 对吧? 不愿意信也没关系 那么我们这个地方 就是一个喝咖啡和聊天的事情 不过今天一开始 我在讲一个很不幸的事情 什么叫不幸呢? 一位年轻的病毒的学家 三十七岁的刘斌 是批斯堡大学医学院的副教授 三十七岁 在批斯堡大学 医学院能够拿到一个副教授的职位 这当然是很了不起的 因为他呀 为什么谈他的死亡呢? 他是周末的时候 上个周末 几天以前 被人杀害 杀害以后呢 薰手也自杀了 那么 批斯堡的警方呢 没有描述了细节 是怎么回事 薰手是华人 还是其他的族裔 听得不清楚 那么因为薰手也死掉了 那个案件的调查呀 带了很大的困扰 这个事情之所以引起特别注意 不仅仅是他以为是一个年轻的科学家 三十七岁 而且他是一个病毒专家 是一个病毒专家 据说他们学校说 他们最近在研究武汉的病毒方面 在利用老鼠来进行疫苗的试验 取得了一些进展 不过对这个事情大家不要有太大的惊讶的感觉 因为全世界这么多的病毒研究所 都在对武汉的病毒进行研究 那么很多的研究机构在几个月以前就说 我们已经做出了什么东西 我们已经做出了什么东西 这个是不是新闻或者说只是为了引起人注意 还是真正取得一个阶段性的成果 最终你那个目标有多远不知道 那么有一些媒体 我看《苹果日报》 因为外国媒体还是他们自己的报道 就说很快又突破了 他们学校 这句话你也可以这么说 因为很快又突破了 和离突破的距离有时候只有一点点远 但是花的时间可能是十年 可能是二十年 可能是五年 可能是两年 所以这个是一个笼统的说法 但是由于刘斌研究的是武汉病毒 所以他的死亡就带下了一个神秘的色彩 神秘的色彩 就好像几个月以前 加拿大的一个病毒专家在非洲遇害 那有些人马上就找到了理由 你看 他掌握了命名 为什么掌握了命名呢 因为马尼托巴大学有两位华裔病毒专家 那么把这个病毒带到了中国 然后呢 这位加拿大病毒专家他是知情的 他了解中国病毒的情况 所以这个时候就遇害了 这种看起来好像符合逻辑 因为那两位华裔的病毒专家 确实遭到了加拿大皇家期间的调查 但是他们是不是涉及了间谍 或者说呢 把这个病毒带到了武汉病毒研究所 是非法的还是合法的 或者说 非法和合法的 这种病毒的程度怎么样 或者说呢 现在的这个病毒和马尼托巴的病毒是不是一马上 那么最开始很多人就相信了 这种制造谣言的媒体的说法 哎呀这个事情是有关 其实这个事情他们在制造谣言的时候 忘记了一个最基本的东西 科学就是科学 这个东西以后啊 我会在未来的很多节目里面都讲到了 撒谎 吹牛和制造谣言的人 你总得要学一点点基本上的科学常识 否则的话呢 就在严肃的媒体 严肃的政府机关 你就会变成一个笑话 当然了 现在的这个世界上 愿意上到说骗的人大有人才 你看那个骗子 整天张牙舞爪 整天讲这个讲那个 一看你就知道这是个骗子 但是又就是有人相信 有一些人可能是你出于你的善良 不太相信别人会那么行骗 那么你可能一下子变拍不了 但是这么长时间啊 这么多事实版的这个地方 还就有人不相信 我真的是很难理解 但是也很难说 因为我本人也经常的受当上骗 为什么经常的受当上骗呢 因为别人跟你讲一句话 你基本上相信是真的 你都不太可能会相信 那这个撒什么访啊 这个搞什么名堂啊 有点不太理解 有人说 你和平这么一个老道的人 在现实中间 你老是被一些小骗子给骗啊 怎么说呢 你认识那个人 或者是别人介绍的一个人 他讲了一个什么事情 你基本上是相信的嘛 你不会说不相信 你说你是美国公民 我能不相信吗 我怎么会相信你 你欺骗我是美国公民呢 这没办法 对不对 这是人与人之间的一个基本上 因为信用啊 互取的一个代价 但是病毒这个东西 是一个呢 非常容易辨识的东西 但是闹了这么多个月 还是有这么多的糊涂 我就到了 真的有时候也觉得是 就是百感交集 那么对这个刘斌先生的趣事啊 当然是很痛惜 37岁 在新加坡理工大学 读的学士 和术师嘛 然后在卡内基梅伦大学 读的博士 他是生物计算机方面的专家 我们知道现在很多的科学 跟计算数学 计算机的方式 有非常大的关系 因为数学的模型 会加快 这个 运送的速度 和呢 减少需要以前的人工的测试方式的时间 那么 卡内基梅伦大学 就是卡内基他们办的大学 钢铁大王 当然他的钢铁公司主要是在批斯堡 这个大学 在美国属于一个 在计算机方面 应该是第一名大学 美国国防部给了卡内基非常多的研究经费 在计算机方面 应该是世界最顶尖的 那么我曾经去这个学校好几次 对这个学校 哎哟 比较敬仰吧 比较敬仰 这个刘斌先生呢 在学校拿到博士以后 就到了旁边的匹斯堡大学 成为匹斯堡大学的医学院的副教授 可见他也喜欢匹斯堡这个地方 其实匹斯堡对我来讲很不方便 你坐飞机吧 又觉得太近 不方便坐飞机 因为上上下下很麻烦 开车吧要十几个小时 哎呀 但是匹斯堡大学 匹斯堡那个地方 我曾经有很多朋友在那些地方 有的是教授 有的是学者 哎呀 但是太遥远了 太不方便了 所以刘斌先生这个趋势 因为他从事是病毒研究 而且是武汉病毒研究 所以增加了大家的想象 增加了大家的想象 那我们有什么办法辨别 故事后面的神秘性呢 那只能等到行政专家 他们最终的辨别的结果 如果你认识刘斌先生 或者是你了解刘斌先生的情况 请你提供这个情况 给匹斯堡警察局 你直接打电话给匹斯堡警察局就可以了 你说你认识刘斌 或者了解这方面的情况 你希望跟这个侦探 聊一聊 解释一下你这个情况 看有利于扑沃夫这个案件没有 办妥你 今天的第二个事情 就是我看到我们的 大家新闻的一个讨论区 就是我们嘉宾之间 在进行 沟通 大家有什么信息发到上面去 我看到 有一位朋友发了一条信息 说中国大陆 现在为什么在谣传 在传说 说这个孙力军 把这个消息 传给外国 这是假的 石正丽外逃呢 也是假的 这个我在之前的点点今天事 已经进行了 摇一摇 是很荒谬搞笑的 抱歉 抱歉 所以不吃一谈 所以呢 至少新的谣言的人 就至少了另外一个谣言 就是说 葛德宁外逃了 大多一家人 外逃了 大量的秘密资料 有这么一个说法 那么后来有朋友也来问我 说葛德宁和管义 两个人外逃了 你知不知道 而且呢 一家五口 一家五口 其他大量的情况 现在被FBI在保护之中 哪一些人还见过他 抱歉抱歉 我对这样的消息啊 一无所知 我一无所知 我能够做的呢 就是非常简单的判断 非常简单的判断 这个管义教授 他是我很多朋友啊 老师向我介绍他 他说你应该去访问他 你们应该去找到他 他才是真正的专家 那么实际上 我们认识专家 找到专家并不难 包括找到管义这个级别的专家 管义先生是注意到了 比较早期的 提到了呢 病毒的严重的情况 比SARS还要严重 我注意到他这么说法 但是我后来注意到呢 管义先生非常忙碌 他正在忙这个事情的 紧张的科技工作 那我也想一想 媒体吧就不需要这个时候打扰科学家了 那么所以我们就放弃了 对他的这个访问 那么但是对管义先生 外不外逃这个事情 我觉得有什么弄的呢 他怎么外逃 对不对 有没有必要外逃啊 我就不知道 也许他有他的各样原因 但是我说如果管义外逃了 那香港那个报纸不铺天盖的事吗 因为他是香港的 著名的人物啊 对不对 所以香港媒体 没有一家严肃的媒体 都在他们进行报道 所以管义外逃 你微信就知道了 微信我是基本上是 只要是微信我基本上是不信任的 对吧 我对微信是指一种完全否定的态度 否定的态度我认为就是一个差点的垃圾桶 但是我的朋友跟我说 你太偏忌了 我们不得不用微信 我说我能够理解 我能够理解有人没有东西吃 他就必须去看垃圾桶 那如果我没有东西吃 我也去看垃圾桶啊 要活下去啊 但是我生活在自由的美国 自由的世界 我不需要看垃圾桶啊 你没必要让我去看垃圾桶 所以这个消息 管义外逃是不知可 完全是胡 应该说完全是胡编的 那么有些制造谣言的人 不断地被击破以后 他们学会了新的技巧 就是说那个消息是假的 我这里有个真的 那么格德宁呢 他们造这个 我们还不能说完全造这个谣 不能签那句 否定 我只是说格德宁先生 他不是一个中国的土拔路 他是在德国读的博士 然后在芬兰呢 豪尔辛基大学啊 做副教授 那是2001年就做了副教授 那比较不错的一个科学家 在北澳能够拿到一个大学的副教授 很佩服 那么他同时在广州的中山大学 和武汉的大学里面呢 做这个科研工作 是什么生命科学院的院长还是副院长 是中国比较重要的病毒专家 病毒专家 那我呢 我曾经呢 看过他一点点东西 就是在今年年一初啊 很多人说 这个病毒有可能是人工的时候呢 格德宁先生讲了一句很重要的话 他说阴谋论者啊 他不需要证据的 但是科学家 科学需要证据 这句话我就觉得呢 讲得非常好 这也很像一个呢 在德国 欧洲接受了专业顺利的一个科学家的语言 很准确 很尊重科学 那如果是格德宁先生能够 携带大量的密密资料 揭露中共隐瞒事实真相的资料 那当然是一个天大的好事情 天大的好事情 因为我们现在最重要的是呢 对这个病毒过程中间 中国政府是一个不可信任的政府 他的材料 他所公开的情况 不被大家信任 大家希望呢 了解这个情况 以格德宁先生的这种地位 他在武汉广州的城市的研究工作 其实也是千人计划的一部分 同时又在西方接受了专业训练 我认为他是有能力掌握一些 我们所不了解的专业信息 这些专业信息 对我们了解真相是有帮助的 但是格德宁先生有没有外逃呢 现在没有任何的权威媒体报道 FBI保护他也好 CIA保护他也好 我不管是哪个国家保护他 这个事情一定会泄露出来 一定会泄露出来 美国可能会呢 言语也不说 不正式也不否认 但是一定会说 几大通信社 路透社 发行社 美联系 他们有可能会讲出来 如果这样的几家国际媒体 通信社没有讲 国际上的可靠的媒体没有讲 那就你就等吧 我不能说百分之百是谣言 但是呢 从目前看起来 是不足以相信的一个谣言 那么这个格德宁先生是这样 管一先生是这样 那还有没有其他的外逃呢 我不知道 但是如果他真正是有地位 真正是了解情况 我前面讲了 西方媒体会把它披露出来 因为根据以前的记录 以前的记录 很少有科学家外逃 情报专家外逃 政治人外逃 名人外逃 国际媒体不会披露的 很少很少 因为这种一定会惊动很多人 惊动很多部门 对他的安全固言会采取很好的保护 但是呢 不会呢 这个消息完全捂得住 那是不可能的 可能性非常低的 这种造谣 也不能说这种造谣吧 这种说法吧 就是说大家过过瘾 觉得挺好 属于外逃了 准备了大量的材料 对不对 大家很服务 大家这种好奇心理 好奇心理 然后又一次呢 浪费的经历的可能性 比较大 像我这样还要花点时间 跟大家摇一摇 对吧 另外一个摇一摇呢 就是前天 星期天 美国的国务卿彭佩奥 接受ABC访问的时候呢 谈到了这个病毒的问题 那么 他中间曾经有一个口误 这个口误呢 就是说这个病毒是 科学家认为呢 是人工的 那么主持人马上追问给他 他马上就纠正了这个口误 这个口误 我认为任何可能 任何人都可能会犯想 而且人家进行了纠正 这是一个 完整的视频里面都展现了这一点 但是有些人就是 恶意地 把关键的部分 蓬佩奥国务卿讲的正确的观点呢 把它呢 剪掉 蓄意地捏造了 蓬佩奥先生认为 这个病毒是人工的 那么 有些人被误到以后来问我 我看了完整的这个视频 何对 确实是有人恶意捏造 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注意到 捏造的这个产品 那么我要讲的是呢 蓬佩奥先生讲到的里面 没有捏造 是他讲的 有巨量的证据显示出来 这个病毒呢 是来自于 这个武汉病毒研究所 泄露 他讲的意思不是人工 是泄露 因为这个病毒研究所 他们存在很多问题 那对这种说法 我在星期天 和昨天 参加六大头条 我又继续讲了我的看法 我认为蓬佩奥先生 用词啊不是那么精确 因为是做这个现场的广播节目嘛 不精确是可以理解的 如果他说 巨量的信息 显示出来 有人指责 这个病毒是武汉病毒研究所的 这是比较科学 因为确确实实有很多人这么说嘛 虽然在我看起来 这种说法是 还是值得 非常深入讨论的 严肃讨论的 但是我不想介入到这个讨论中间 或者至少暂时不想介入 其实我心里面比较明白 比较明白 因为为了这个病毒 是不是人工的和自然的 我都立即花了三个月 四个月时间 如果我再讨论这个病毒 是不是病毒研究所的 这个病毒是不是人工和自然的 要难度打很多 因为前面那个问题 确实是个分子问题 是个科学问题 这个不需要讨论的 没有讨论价值 你个意思是没有讨论价值 有任何人还想讨论这个问题的话 你最好就立即把它隔离了 比较好 如果他还相信 这个病毒是人工的 或者是基因改造的 什么科学还没有下结论 还怎么没有调查 你怎么会知道 和平你怎么就知道 这种人采取的方式非常简单 就是先隔离再说 等到他哪一天明白了 你们再来谈 你要去说服他 没有价值 但是对这个病毒 是不是武汉研究所的事情 我要说服的人 比这个病毒是不是人工和自然的 可能多五倍多十倍 可能人家还更多 我现在也不想耗在这个里面耗得太多 谢谢谢谢 哎哟 新郭今天成为会员了 那一下子每个月都付一块九毛九吧 谢谢啊 谢谢新郭 新郭现在是蜂蜂人物 六都现在产生了很多的新闻人物 那么很高兴 我现在要把六都变成一个新的 具有相当独立性的媒体 正在想今天下午要开会继续讨论这个问题 今天摇一摇的第二个话题 就是讲无眼联盟和蓬佩奥的说法有什么不同 其实在星期天的时候 还是星期六我都忘了 我报道了 评论了无眼联盟 最开始是澳大利亚每日电信报 说无眼联盟有15月材料 那么显示出来 有中国政府隐瞒中国政府做的一些事情 那种说法似乎跟之前川普总统和蓬佩奥 国务卿讲的东西差不多 所以虽然我并不信任澳大利亚的每日电信报 这就是个小报 跟英国每日电信报差不多 一个比较不严肃的八卦小报 那么我还是把这个观点介绍给大家 不过我提醒呢 这个媒体并不可靠 如果无眼联盟15月的命名报告是很重要的话 那么我们说其他的英文媒体会跟着来 那么果然 抱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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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果然 打赏已经是四块了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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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果然 英国的《卫报》 澳大利亚的《西林陈报》 有几份严肃的报纸说 无眼联盟的报告不是那个意思 无眼联盟那个15月报告实际上是一个材料的目录 只是说有一些文章这么说 有一些事情这么讲 而不是无眼联盟得到的一个情报共识 恰恰相反 无眼联盟不相信或者是传向于不相信 这个病毒是来自于武汉病毒研究所泄露 这个跟美国的情报机构表达是有一些差别的 美国国家情报局他们在上个星期四的时候讲出了两点 第一这个病毒是自然的 不是人工改造或者是转基因的 完全是自然的 这一点是科学界和美国情报界的一个共识 第二点是对这个病毒是不是来自于武汉的病毒研究所 他们说还要继续调查 而无眼联盟对这一点 跟美国的情报界是不太一样的 是持不信任的态度 针对所谓的病毒所从武汉病毒所出来 是持不信任的态度 而且呢 澳大利亚的 这个消息显然呈报英国卫报 澳大利亚的总理 穆里森先生 穆里森总理 他出来也讲出了 跟蓬佩奥和川普总统不一样的观点 他不相信这个病毒是从事业室里面摄露出来的 在美国的国家地理 国家地理频道采访美国的复习博士 就是每一天跟川普总统一起出现在总统的记者会上 每日简报的记者会上的复习博士 他讲得非常清楚 这是一个自然的病毒 而且他觉得去讨论这个病毒 从武汉病毒所泄露出来的是很可笑的 他不想去浪费那个时间 我觉得福西博士是一个非常可爱的很诚实的科学家 他明明知道现在在美国有强大的政治压力 很多人希望这个事情最终能够证明这个病毒是武汉病毒研究所出来的 那就好得不得了了 如果福西博士把话讲得含糊一点 那些马上就可以找到理由 其实福西博士在几个星期以前 一个星期两个星期以前 在记者会已经讲出类似这种观点 但是有人呢 就利用这一点呢 把它去夸大 因为他们永远不相信科学家已经得到了共识 他们只使找到任何有一个稍微微妙的说法 他们马上就把它放大 这是阴谋论者他们的一个主要操作方式 但是很可惜啊 福西博士讲的这句话 他们很难去扭曲理解 专业人士的去看 有英文的原文 我们也把它翻译成中文 也可以看 但是没问题 去对道去看 去确认福西博士讲的什么观点 其实不就是这样 连这个柯顿议员 美国的共和党议员科登 他最开始也讲过 这个病毒是人工的 对不对 他怀疑是人工的 那他在CNBC今天的节目中间讲 他同意是自然的 不是人工的 不过他认为 这个事情要对武汉病毒研究所 进行追究 他怀疑是从武汉病毒研究所出来的 那这个没问题 怀疑嘛 没有问题 而且中国政府是一个 信息不透明的政府 是一个扭曲事实的 这么一个国家 当然应该追究 那么现在中共这些天 有一点方丈 有一点惊风失措 所以呢 他们愚蠢地组织了 很多文章去攻击 蓬佩奥国务卿 这个简直是 所以我今天写了一个推 我觉得中国好像是 完全生活在一个成林国家 你对蓬佩奥先生的观点 不认可 你就直接指出来 你说这个病毒怎么怎么回事 你就解释就是 何况蓬佩奥先生 和西方现在政客 不管他有什么理由 有一点是重要的 那就是 要对中国的 武汉发生的这个事情 进行科学的调查 中国自己也承认 这个问题是科学的问题 今天产生这个病毒 最终的起源从哪里来 我们确实现在不能下结论 也许200年之后 新的科学显示出来 那个病毒可能是来自于 香山 或者是来自于 印山 对吧 我怎么会一下子把两个名字给泄露出来了 香山是中国人民解放军 中央军委的指挥地 印山在湖北 是中国人民解放军 中央军委的第二指挥基地 我一下子给你泄露出来了 不管是从哪里出来的 那是100年200年后 现在的情况显示出来 就是在武汉爆发的 武汉爆发的 所以从武汉这个地方去找源头 是一个起点 也许这种证明不是武汉的 没问题 但是首先是从武汉开始查起 而且你可以拒绝 美国政府判处的科学家 但是你不应该拒绝 WHO判处的科学家 如果这个事情最终没有结论 而中国又拒责进行调查 那中国政府永远就背上 这个嫌疑人的包袱 它永远不可能成为一个 被大家尊重和信任的 负责人大国 所以不要用什么咀嚼 什么秘密啊 来拦住科学家的调查 中国政府应该在这方面 要想清楚 想清楚 你是继续隐瞒 或者是用主权的名誉拒绝 那么我在昨天 遛到头条 还是前天我的电影今天事里面讲的 这一次 中国的外交的环境 比1989年六四事件 要年终太多了 要年终太多了 如果不中国尽快地改变 和采取开放和透明的姿态 那么我可以说 中国的崛起 就因为这一场武汉的病毒而争执了 而争执了 你要在国际社会成为一个大国 你变成一个大笑话 所以我呢 就是两个意思 第一 对病毒是人工和自然的 这是科学的认知问题 这不需要调查 直接用基因排列的顺序 传播 感染的路线图 这个是需要非常严肃的调查 中国政府只有配合 国际科学家进行调查 才有利于 面对这一场 仍然还在伤害我们的病毒 未来可能还会继续伤害我们的病毒 找到解决的方式 追究责任 其实是次要的 首要的是 找到真相 我认为这一点 我们大家应该 每个人都发出我们的声音出来 让中国政府 改变原来的立场 因为只有这样 中国则会重新迎代 它这个 大国的这样一种 形态 要不是你简直在我看起来 你讲大国就是个大笑话 你基本的事实都不愿意公开 而且造成人类这么大的一个灾难 这是 但是彭佩奥先生 在讲这些事情的时候 虽然他曾经答应过CIA的局长 但是那是个政治任命 有的人还说 他是西点军校 肯定怎么那么厉害 我们有一些朋友 在评价某些事情的时候 他不是去看他持续的观点 而是过多的 偏向于他曾经担任的职务 当然这些职务 会为他的言论的 可信度提供某种程度的背书 但是这种背书 并不一定是必然的 那么我希望彭佩奥先生呢 审慎去看一下这些情报 不过澳大利亚一些媒体也提出这个疑问 他说有一些情报 虽然五眼联盟 这个情报联盟 大家是共享的 但是每一个国家呢 可能还隐藏了一些关键性的信息 是没有放在这个池子里面共享 当然也有这种可能性 但是不管是哪一种可能性 我认为美国政府 没有必要去隐瞒这些政治 因为这些政治恰恰是大家都需要的 你既然潜在中共隐瞒政治 那你怎么能自己把政治隐藏起来呢 所以我期待着川普总统 期待着蓬佩奥国务卿 把他们的政治展示出来 至少展示一部分 我昨天在六道头条 里面比较长时间的分析了美国的情报分析能力 坦率地说或者不客气地说 我是有所疑问的